字幕提供 理論上 引氣魔像應該要留吧 因為我們氣牌的手段其實超級多 然後引氣魔像給我們一些 額外節奏之類的 所以這個留給右除 然後我們就抽抽抽這樣 最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 我們 會不夠排氣 等一下要出這張 我出這張 其實對方獵人還蠻烈的 我們可以考慮錢幣 所以 拉卡利爾魔犬 也是一個解決方法 Fuck 呵呵呵 OK OK 掰 果爾丹 這順序應該也是比較好啊 因為 如果我們先混火的話死殘可能會掉 然後不太想要掉死殘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訓權者 OK 會有點苦苦的唷 我們留下這一隻 我們留下這一隻免 他有自密射擊之類的東西 等一下可能會出他 這是 擊殺命令 我的牙齒可真大 呵呵呵 呵呵呵 嗯嗯 會有點苦苦的唷 我們就打這個節奏 打一次 就打這兩費四次節奏就好 又說實在 我也不知道我下一張氣牌在哪裡 然後 我其實只要把這個氣掉大概就可以了 噢噢噢 噢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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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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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� 但至少還會再回5滴啦 還蠻爽的說實在 真啊 其實現在抽到國尾單一般他就會應該會被氣掉啊 如果他有法反的話說實在我們也蠻難玩的欸 我們可能要第五輪做這個combo之類的 這樣主要是想要讓一些東西變得更好啊 散場好像有點太空泛了 這算是在預期之中 散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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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OK 這個我有火球之類的東西 這應該是一個法反跟一個鏡像 散場 呵呵哈哈 嘿嘿嘿Xley 懶小 hospital 你就想多總該重鏡像體的吧 Shit 喔 欸 這樣其實沒有回血手段也不是很好 幹好複雜喔 好這個給他 再剪一隻 無盡臉 很好 所以是法反跟寒冰屏障之類的 Shit 喔 要拿什麼測法反啊 拿混火測法反 好 請不要丟掉這個秘密 喔 會不會反掉喔 喔 會不會反掉 喔 法蓮 三小 喔 丟掉這張 欸 真的沒有法反欸 好瞎喔 一 start 行 呵呵呵呵 呵 呃 呃 取完任務了 我可以贏了嗎 我只能9張牌 Shit 可以讓我贏嗎?拜託 打機調配死 痾... 好 他會先升右邊的 我還是想要這張來回點血啦 這有點在預期之中 然後我們等一下又要用靈魂紅席之類的 我都忘記還有這張牌 好 這要先 暫 其實我還蠻久沒有打盜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第二輪基本上是一定要用英雄能力吧 基本上第二輪應該是必用英雄能力 嗯 OK 問題是我們等到第六輪做這個combo嗎 不知道他這裡直接下右除之類的 我們大概就要 好 好像這裡 掉一張 好這樣我們就下輪做這個combo 然後 這一輪就先抽牌吧 這也可以做這個combo 可是我覺得太容易被解掉了 可是我覺得太容易被解掉了 當然沒有 拆了他們的船 槍槍槍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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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可不是我的老闆 哇他掉蟹毒 日帶死了 呵呵呵 暗閃 暗閃是-2嗎 嗯哼 剩一張 哇 裸下來 OK 那豪叫魔犬其實有一個問題是 解完任務的時候他有可能會馬上把任務棄掉 所以 其實機率還蠻高的 我寧願氣好叫魔犬 可不如先抽一張牌 OK 感覺挺不錯的 有這個之後我們應該就可以贏了吧 我是不知道啦 這感覺會被暗沙花搞掉之類的 神血 欸 禁臉 好吃 這張我永遠不會出喔 所以乾脆就把他氣掉喔 把那個清掉免的會被他騎龍之類的 好棒喔 這副好強喔 呵呵呵 而且我現在奪鞋子的骨尾蛋 會有 有可能會有嘲諷跟那個衝鋒 他必須要現在 喔 他要這樣打 好 我有點想說他要現在秒我之類的 OK 你會投降嗎 還沒 暗哥羅卡包 好 我覺得我換我贏了 對 我贏了對不對 就 高花綻放剛好 水晶也剛剛好 呵呵呵 讚讚 Oh my god 這張好像很重要喔 你可不是我的老母 你可不是我的老母 他有一張貝刺也沒有辦法全清兩隻 除非他有另外一張男孩穿帳之類的 就是貝刺軍旗啦 他基本上需要貝刺才能清這兩隻 這兩隻全清 等到能夠活一隻我們等下接這個就OK了 誰可以直接褪毒啊 不要浪費這個神兆喔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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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會找到真相 這局比較好的地方是 我們其實還沒有棄掉大牌 很讚 他應該GG了 為什麼他要帶銀白紙回關啊 這邊沒有炸雞嗎 他現在雙炸雞我好像還是會死 所以我應該要找時間用了一個紅隙的意思 好像是這個意思沒有錯 但是我要進じゃ哪來 他應該要進連吧 所以他還要進一圈 一周得呢 都配到 一周得呢 不對 我贏了吧 我是很願意 就是抽血腥女王然後就跟你廝殺啦 不過血量真的太低了 大家好 我是收看今天的任務術 那這副其實有帶新的這個血腥女王 呃 萊納薩爾嗎 有帶這張喔 那這張就是 上局中捨棄的每張牌他都會獲得加1攻擊力 所以假如你捨棄5張牌的話他就變成6攻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假如你已經出他到場上的話 你繼續砌牌的話他其實攻擊力還會繼續加上去 所以其實有時候可能可以照理注意一下 就他如果已經在場上他如果活過一輪的話 到底要怎麼打會讓他能夠吸比較多血之類 那這副其實有後期可以打 就假設你前面氣牌氣氣 然後結果還是沒有氣到骨尾丹的話 或是你後面才抽到骨尾丹的話 其實你後面可以變成成骨尾丹 然後可能會有這個惡魔犬跟摩尼索衛來 就衝鋒跟嘲諷 可以來就是做事 不過 呃 要注意一點就是 這個拉卡利傳送門虛空傳送門裡面的小鬼應該也會被 這個骨尾丹給復活起來 所以其實假設過了很久很久之後你才抽到骨尾丹的話 其實就是拿到惡魔犬跟摩尼索衛機率會相對比較低啦 不過也會有比較低的機率拿到嚎叫魔犬之類 然後這邊主要帶伊莉絲是因為其實我們還蠻容易乾牌的 就很容易打到乾牌 所以這邊再帶一個伊莉絲讓我們後期再更舒服一點這樣 那我覺得這一副比較明顯的缺點其實是這樣子還是蠻容易被帶走啦 就假設我們我常有幾局打翠德 我覺得這打翠德還蠻痛苦啦 就假設打翠德的話 其實就是有時候虛空傳送門開起來還是會被翠德無情的冠臉給冠死 所以就是 這一副我覺得唯一的弱點大概就是打翠德 然後其實你就算帶魂屍進來打翠德大概也沒有辦法改善啦 所以你就等祈禱不要遇到翠德之類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掰掰 territ音樂 歌声 感谢观看